嗨,這是一個還在很早期階段的一個提案 然後我覺得跟許多其他提案的那個政治的維度 或是好像也在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聽聽看 那這個提案其實要講的事情就是 討論boundary,討論界線 其實一向是一件很難以啟齒的事情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能都有體會過這件事情 有時候有感覺到那個界線 但其實非常的不容易開啟這個討論 或者不太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 他沒有跟得動 對,那... 對,反正第一個要講的是暴力這件事情 就是暴力這個東西包括了很多不同的面向 可能有性的、有身體的、有基於性別的、可能有物理性的暴力、可能情緒的暴力 暴力並不一定只是我們所想像的說可能有一個人打了另外一個人叫做暴力 或者是什麼性侵害叫做暴力 包括可能我現在突然沒有經過郵志豪的允許就把他電腦拿起來然後回來回去也是...其實也是一種暴力這樣子 對 它其實這個暴力的核心就在於說 我們都有邊界而你怎麼樣子在對方沒有同意的情況下 非合一的情況下去穿越了別人邊界去做了一些它邊界-它... 進入他邊界裡去的去啦 這種暴力是非常的 有時候是非常優惟而無處不在的 並不一定像是我們只有在新聞上看到的那種 會鬧上法庭的事情而已 其實我這邊主要想要談的是 關於身體、關於性的暴力 但其實今天整個計畫我覺得談的東西 也可以應用在其他的點解上面 像性的暴力上來說的話 除了那種很明顯的所謂的強暴或性侵 還有色狼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那種猶疑在一些模糊地帶的一些的情境發生 比如說可能有兩個人他們有一天喝醉了 然後其中一個人 然後我們講一個男性、女性好了 就講一個一定的故事這樣子 那個男性對那個女性開始有一些身體的觸摸 然後有諮詢他 然後那個女性說他不知道 他不確定他想不想要 他覺得很困惑 然後那個男的繼續試著說服他 然後繼續觸摸他的身體 然後最後可能也沒有真的發生 陰莖插運動的性行為 但是他們有了一些比較輕易的互動 然後第二天 那個女性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他覺得他被侵害了 但那個男的覺得 我有問過你啊 然後你又沒有說服 你又沒有拒絕我 你又沒有明確拒絕我 為什麼現在你突然要宣稱你侵害我 我覺得我很無辜這樣 有時候是一些這種很 在猶疑在灰色地帶 沒有那麼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才更覺得說 對於這個邊界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更明確地去談它 我們才能更釐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對 那其實剛剛一再講到說 暴力就是邊界被跨越 被穿越被逾越 那到底邊界被穿越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當你的邊界被穿越的時候 其實是有兩個步驟的 一個是你會意識到你的界線 或你意識到你的界線被跨越了 你會開始感到有情緒 你開始感到不舒服 你感覺到一些不知道怎麼形容的東西 然後你會做出反應 或你不做出反應 那所以我想要從切成這兩塊來談的話 先談意識到界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到底界線是什麼 其實日常生活中的關係都有界線 只是我們非常習慣於那個界線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比如說我今天來到了這個黑客松 我就會知道有一個界線是我不能去 比如說我不能隨便去親一個黑客松的一個成員這樣子 但我知道我如果跟我親一關係 那我們的界線好像就是我可以親他的這樣子 即使我們可能沒有討論過這件 我也沒有跟你討論過這件 但我知道我不能親你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自然而然會形成的一個非言說 非非不是用言語約定 但它就會自由形成的默契 所以但這個東西是非常模糊不清的 因為我們並沒有討論過 我們並沒有明確的協商 我們是用一種模模糊糊的方式去感覺出來這件事情 所以它同時也是一個比較危險的狀態嘛 因為我們不習慣 我們從來在日常生活中沒有練習過那個協商 我們也沒有練習過怎麼樣明確把自己的界線 表達出來或怎麼樣明確的了解對方的界線是什麼 我們都一直保持在一個這種模糊糊糊的地方 那再延伸一步來談的話 怎麼樣去協商界線可能就包括了說 你要怎麼樣定義清楚自己的界線是什麼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把你的界線跟別人講清楚 說我的界線是什麼 這其實是一件看起來好像字面很簡單 但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就比如說我現在跟這位先生好這樣 到底我跟你的界線是什麼 我可以 我當然知道我不能親你 但我可以走到你的旁邊50公分的地方嗎 我可以距離你5公分嗎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非常難講清楚 到底我們的界線是什麼 然後以及我要怎麼跟你講這一件事情 或者是如果我開始感覺到你 穿越我的界線的時候 我要怎麼表達這樣子 這是其實 所以其實好像是需要相當多的 或是好像有這個需求 需要更多的工具 來協助這一種界線上的釐清以及溝通這件事情 那這次在準備這個提案的時候 有看了一些關於《道德讓女》這本書裡面 因為《道德讓女》在講的是開放多重關係 但其實裡面有很多是關於談界線 然後談協商 談自行同意 談衝突之後再協商等等事情 所以我看了一下裡面有談到什麼事情這樣 比如說他就在談說 親密關係裡面的界線我們要怎麼討論 那他裡面有一個小小的練習叫做 Yes No Maybe 那這個練習就是說 你們可以列一張表單 就是說你跟你的親密關係的對象之間 你們可能發生哪一些事情 都把它全部列出來這樣子 可能說親吻啊 陰道交啊 剛交啊 觸摸對待度啊 或者講話 或者一起看電影 反正就是你們可以想到什麼事情都把它列出來 然後你們兩個人都去各寫一張 然後去勾選說 Yes 可以 不可以 或者是或許 那樣子 然後如果是或許的話 後面還可以加附交條件說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或許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 有足夠信任感的時候 我覺得或許我們可以試試看 在大庭廣眾上牽手這樣子 或者是我覺得如果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如果同居的話 那我覺得我可以跟你一起刷牙這樣 用一隻牙刷 就是 他是一個小小的練習 就是說Yes No Maybe 是一個練習怎麼協商界線 關係中的界線的一個道具這樣 然後 對 然後剛才講說界線被跨越 第一個是剛才講界線本身 不是很容易清楚自己的界線是什麼 以及我們要怎麼意識到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是 你就算發現你的界線被跨越 你開始感覺上不舒服了之後 我們要怎麼反應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非常困難的 就是說不 就大家都會說什麼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 你叫說不 或你被性侵害 你叫說不 但其實說不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這樣子 其實就它有滿高的心理門檻在裡面 然後其中包括了說 我覺得台灣的文化是一種非常 當然不限於台灣 但台灣文化是一個非常注重和諧 氣氛和諧的地方這樣 就是我們當那個維持氣氛和樂融融的時候 很難去破壞那個氣氛 破壞那個就是造成那個尷尬感 比如說就是一個提問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在跟一群朋友吃飯 你會當著他們的麵說 喔這個好難吃喔這樣 你會 你是大家可以問他會這樣講話嗎 這個問題是 我覺得很有趣 是因為有一次 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講的故事說 他跟他的法國男友 他們在搭電車 然後就遇到一個司機大哥很好行 帶他們去一個吃了一家 那司機大哥自己很喜歡吃的餐廳這樣 然後結果那個法國人就吃兩口 然後就吃很尷尬這樣子 他就其實不喜歡 然後那司機大哥就很熱情 他就問他說 你喜不喜歡吃的東西這樣 然後那個法國人就說 這個我可能不會再吃 他其實已經非常 因為他知道台灣文化 所以他已經講得很委婉 他就會說 這個我可能不會 但我可以想像我自己 或我認識很多人都會說 喔還不錯啊 滿好吃的耶 大哥謝謝你這樣 就算不喜歡 也會要維持那個氣氛的和諧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 我覺得是我們的文化性中 從小一直在教導我們 要維持和諧 也要不要製造尷尬 不要製造衝突 我們從小一直很少在練習說不 這件事 練習表達負面的情緒 練習表達負面的感受 練習說不 然後我覺得這是 為什麼他這麼困難的一部分原因 到底是為什麼我們這麼需要更多的工具 那我覺得會整一下剛才講到的事情中 我覺得為什麼這種暴力事件會這麼的困難 或這麼多曖昧不明的地方 這麼多界線不清楚的地方有幾個 就是包括說界線很難講清楚 因為我們沒有練習過怎麼把界線講清楚 然後怎麼協商界線這件事我們沒有研究過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有默契用感覺在去協商界線 沒有很少用言語在協商界線 那還有就是跟妳講 布這件事情我們很少練習 那所以我今天想要提案想要針對的 就是想要講的提問就是說 我們可以如何協助人們去意識以及釐清界線 然後還有說在這一種愉悅這種穿越界線的行為出現的前 或當下怎麼樣可以有怎麼樣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協商界線 把界線拿出來提出來討論 然後或者是我們怎麼樣降低說布的門檻 然後還有剛才講的這些事情 有些時候在言語上的討論是相對容易的 但好像很需要一種實體的練習 才會真的變成一種有身體感 在當下你會真的可以做出反應的事情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有實體練習的機會或方法 那今天就希望邀請大家有興趣的人 可以來跟我一起做一些ideation這樣 那我當然自己有一些丟了一些小小的點子 包括像是意識到以離心間線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模擬情境的討論 我今天想要做的其實是 這個整個東西我想要做的是一套toolkit 就是一套工具包 然後這套工具包就是可以給你 然後你就會知道可以怎麼用這樣 那包括可能其中一部分是 怎麼樣子意識與離心境的話 可能是一種模擬情境的討論 就是我們可以模擬出好幾個可能的 關於界線被穿越的情境 然後你可以看著這個東西 包括單人使用 或者是大家做小組討論 我們可以怎麼樣討論這些 界線被穿過的情境 我會怎麼反應 我可能會怎麼做 那剛才講說 當愉悅行為 就是穿越界線的行為出現的時候 那怎麼樣子 因為那個情況 那個情況常常是一個 嚇傻的狀態 這是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就是當對方有這種 穿越界線的時候 其實自己有一種 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嚇傻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個狀態其實很像 就是被警察領檢的時候的狀態 這樣子 就是嚇傻 你覺得好像需要服從他 也不知道該怎麼反抗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個叫做非安小卡 這樣 就有一個叫驚奇律師的人 他做了一套就是說 如果你身上可能有一些大麻 或違禁藥物 然後你被警察領檢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行使你的就是公民權 來拒絕他違法的領檢 或者是他一直要凹你騙說 你自己把包包給他看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不給他看 因為你有權利 不把包包翻出來給他看 所以他就有做了 但這個情況就是 大家被警察領檢查 大概都是嚇傻 然後就傻法配合很多 就是被騙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 所謂的非安小卡 就是你可以塞在皮加一頁 然後警察來 你就直接把這個卡片拿出來 念給他說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幾條怎麼樣 所以你現在不能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子 或者是我要簽什麼 不同意搜索配合書之類之類 然後怎麼樣 他就是有做一張兩下卡 在你嚇傻的情況下 可以拿出來去處理這樣 那我在想說 如果出現這種衝突的情形 或是這種界線穿越的情形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張小卡 不管是給自己看 或者是給對方看 就是比如說 不是有那種小卡什麼什麼 I have a medical condition 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拿給別人 就是一方便了解你的情況 那你可能 對方很 有時候當然對方是懷著很多惡意 但有時候其實對方 並沒有懷著那麼多的惡意 他真的就是不了解你的狀態 不了解你界線在哪裡 那或許你拿著一張卡給他看說 我覺得我需要討論一下界線 或我現在覺得好像有點怪怪 我們可不可以暫停一下 可以 或許是一種小小的道具 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討論的空間這樣 然後降低說不的門檻 我覺得好像也是拒絕人製造衝突 其實是一個門檻比較高的事情 但如果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的話 就是比如說我們用講法叫做我的界線是 就是當你發生一些怪怪的事情 你就說我覺得我的界線是肢體接觸 只能碰觸到我的肩膀 碰觸到我的手好像有點超過那個界線 如果換句話說這樣的話 是不是一種比較沒有那麼衝突感 然後心裡門檻比較低的狀態 那我們還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提出這件事情 讓大家有比較容易說出負 然後我想分享一個小故事 這是一個 我實際還夠嗎 超時 超時的嗎 好 那我要結束了 好 那對 等一下下午會有頓獎 好 對 那我就結束了 那就反正就是對剛剛講的 就關於邊界 關於知情同意 關於抱身體上的暴力 對於性別 或者是對於一些比較沒那麼科技的東西 有興趣的人的話 都歡迎來找我聊聊 然後看看可以一起做一些什麼樣的ID 然後也有共筆 如果不想跟我聊聊的話 也可以直接在共筆上面就是寫一些你的想法這樣 好啦 謝謝大家